俄南电视台算是这几年省级台里面 做的比较有意思的 做的有一些成绩的电视台 但最近一条新闻让大家都震惊了 因为他们推出了一个全员 3500元工资的这么一个政策 就是所有的员工包括台长 都只拿基础工资3500元 当然其他的绩效或者什么的 那就另外说了 但是这一点来讲的话 其实也是个好事 为什么呢 前不久还流传 说南方一家电视台只发38%的工资 还有电视台说是降薪 全员降薪50% 至少人家给出一个态度来 我们保证你们有一个底薪 3500元的底薪是有的 至于其他就看大家的成绩 卖力的程度了 但是这种做法确实某种程度来讲 一看就是几个领导们 派老门想出来的 如果是在好日子的时候 这种是肯定要交给一个 第三方的公司来研究 而且出台的这个报告是很厚很厚的 方法也是非常复杂的计算方法 越复杂越看不清楚你这个钱是怎么来的 越简单呢其实越容易让大家一眼看透 大家的收入状况也容易形成新的矛盾 所以这样的一个工资制度是不是符合政策 这样的工资制度能不能激励员工 这可能后面还有大大的问号 但是也算是一个态度摆在这儿 目前来讲很多人评论都说 电视台不再是原来的电视台了 那捧金饭碗的时候已经过去了 但是能捧一个铜饭碗铁饭碗也还不错啊 我们下期再见